青光眼是泛指自覺神經萎縮或受破壞的病情 而急性青光眼發得很急 病人在短時間之內眼壓突然飆升 然後導致一連串的病症 而急性青光眼最常見的表法就是眼紅、眼痛、眼蒙 而那種蒙發除了視力模糊、看東西看得不清楚 甚至會看到一些有彩虹光、光圈 另外病人因為眼壓在短時間之內飆升 就會有頭痛的情況 甚至會嘔吐、會有很多不同的不息 不急性青光眼的高危因素主要分兩方面 第一種就是高危人士 例如亞洲人種 本身人生得比較小小 所以眼球是小、有深度軟視、前方比較窄 有家族病史、有急性青光眼 以及年紀過了40歲 另外有些病人如果有相對比較厲害的白內障 白內障有機會壓住房角 亦會比較高危一些發急性青光眼 除了病人本身的一些因素令他高危之外 有時就是一些高危的活動 因為在房角窄的病人如果 如果瞳孔再有突然間少少擴大 就會有機會誘發急性青光眼 什麼是屬於高危的活動呢 包括在暗黑的地方看書、看手機 或者是去戲院看戲的時候 在暗黑的地方瞳孔就會擴大 另外有些病人可能有傷風感冒的病情 去吃一些傷風感冒藥 裡面因為有抗組積安的成份 亦會因為藥物的影響令到洪空放大 也有些人說 冬天會否留意到發急性青光眼是會比較多呢 其實也有個原因 因為冬天的時候就短夜長 所以洪空放大的時間相對多些 冬天的天氣容易令人有傷風感冒 亦會多了人去吃這些藥 如果病人不自知自己有潛狂發的問題 就有機會從此誘發青光眼 就像這個病人一樣 它主要是因為有一個很成熟的白內障 但又沒有處理 這個腫脹的晶體就會向前推 壓住周邊的防角 令到防水不能流走 防水不能流走 令到眼壓在短時間之內飆升 造成急性青光眼 有機會造成不可逆轉的嚴重視力喪失